蠻多打者打機率都還是平 因為昨天團隊只有30安打 這一棒反向攻擊 落地行強強打了 沒錯 而且打左外野真的是會比較有力 左外野目前就是大順風 李凱威敲出了二壘安打 在二壘上喊出了WOW 也就是龍隊在這一次季後賽的一個口號 再來看一下這球反向攻擊 對 而且左打者反向攻擊 你會有一點被線會旋出去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多跑一步 才比較穩當可以接得到球 可以幫助龍隊在一局下半 現在得點圈有了 這個球是揮棒落空 但球滾到後面就可以跑 變成了不死三陣 沒錯 而且就連二壘上的李凱威 都趁機跑到三壘去 因為一壘是空著 兩個人 這個球打得還不錯 在右半邊 有機會 形成了洛杜安打 李凱威回來 林志向現在通過三壘 要持攻本壘 繼續衝球 沒有傳 2比0 股德溫 股德溫關鍵的長打 一局下半 衛拳先持得點 而且一口氣是2分 這一定要串聯起來才有機會 昨天衛拳9局面對德寶拉 也不過就2分 今天一局下半 馬上就先取得了2分的領先 沒錯 這個輸球剛好是要設定到了 就完全咬中 剛才兄弟優愛手林書藝 其實最後也差得很接近 因為是兩出局 所以林志向第一時間就往前衝 對 最後是順利的奔回本壘得到第二分 是 哇 股德溫如果 陳秉潔這球又形成了右半邊的安打 股德溫現在繞過三壘 也要衝本壘球 回傳經過卡鬥 來不及了 3比0 他的腳程夠快 股德溫的腳程也算蠻快的 股德溫在季後在 跑壘是很賣力 是 是腳程很快 哇 昨天衛拳隊悶了一整場 今天在天母 首局就吃下大局了 昨天陳秉潔在第五局 雙殺打 打下球隊第一分 但是沒有打點 今天他則是用安打 扎扎實實打下了打點 嗯 哇 這樣回頭看那個不死 拉回來打得很扎實 打穿了三有防線 哇 魏琼龍隊在一局下半的安打 已經來到第四支了 嗯 而且吳東龍還蠻聰明的 前面那一顆球其實是有一點揮慢 再和一顆訴求就被他打到了 所以他大概也知道訴求還會進來 所以這一次有準備啊 揮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擊球點抓得蠻好的 她們一定會在死 很難以後 超過的 因為他們有分辨 在下半截 在下半截 那一顆 尋常